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 和大家聊一下代孕这个话题啊 我今天没什么话题了 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国内不发生点什么事 不发生点什么大事吧 你说还没有什么值得聊的啊 但当然了你说一发生大事吧 通常来讲一关注的都不是什么好事 我也特别纠结 你说我到底是有话题聊好呢 还是没话题聊好呢 有话题聊吧 就是国内肯定又发生什么事的 不是这心权了 就是铁链女了 要不就是这个那了 这种话题呢 我还希望越少越好 对吧 越少越好 哪怕咱没有聊的也行 咱聊聊别的 对吧 没事儿唠唠经济啊 唠唠民主啊 法治啊 自由啊 唠唠这些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说最近就是没有什么了 我感觉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这个仗啊 还要继续打下去 我希望乌克兰能胜利啊 那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当然 他的对手是非常强大的 据说俄罗斯是这个这个军事史 就是军队的人数吧 是乌克兰的八倍 八个人打一个人 现在已经打快半个月了 还没打下来 可见啊 这个俄罗斯什么战斗的民族啊 是战斗的 什么战斗的民族啊 战斗的什么北极熊啊 我看现在真的是玩独子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俄罗斯也不要怕他 他不是当年的那个俄罗斯了 现在已经是一直病入高荒的病熊了 就希望他什么时候赶紧接体 对吧 普京什么时候赶紧下台 这个我认为才是全世界人民的一个福音 所以说这种独裁的一个统治 迟早会死掉 这个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看法 你看咱中国就不一样 有全国成民族 对吧 咱中国有民族 他俄罗斯没有啊 那这个是这个说了一个题外话 回过头来说这个伦理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代孕这个事儿 我今天上了热搜 我看了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热搜 热搜上面有少话题吗 我一看榜首是一个代孕的事儿 代孕话题 说四川呢 成都有一个小姑娘 这个叫杨同学啊 完了走走走 没事就走走走 也不知道干啥去啊 反正就是可能就乘坐这个公交处 哎 一扫这个站牌 一看上边有一个代孕广告 这杨同学当时啊 这肯定是生长在这个 红旗下的好少年 或者是说这个 就是好姑娘吧 好姑娘 就是当时啊 这个咱们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就在想这不行啊 这代孕是违法的 我要铲除这个小道题 之后就一顿抠吃 是吧 一顿抠 而抠啊 把手指盖都抹皮了 是吧 这小姑娘的美甲的白做的 啊 抹不行 抠不下来 说太年了啊 太年了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广告的相关的一些要求啊 或者是广告的内容也没有撕掉 还有那个那个那个就电话号码 撕了半天没撕掉 看来这玩意的质量挺好 完了他就在想怎么办呢 要不然说人家这个未来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这个聪明 说我用我的口红去给他涂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这小姑娘就从包里拿出了自己的口红把那个这个小糟贴的号码给给给给涂上来 那我就这么想 那你说这孩子到底知不知道赶紧买他呀 那口红是往嘴上抹的 对吧 你抹这个小糟贴 那小糟贴在外边的风吹雨淋的日晒的全是灰尘 现在还新冠 是吧 一点赶紧买他意思都没有 所以说这孩子哪怕拿笔涂一涂呢 对吧 你也不能拿拿记号笔什么涂一涂 你也不能拿口红去涂 所以这个孩子还是这个孩子小啊 不叫杨同学吗 可能还是应该是一个大学省吧 我看那个说话 我就看那个说话的语气还各方面什么 我感觉像一个大学省啊 所以说还是希望他能能够尽快的成长起来 但是在国内这种媒体呀 氛围呀 孩子想成长起来 通常来讲比较慢 他缺乏独立思考的一个土壤 或者是说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 那这个就是这个孩子的一些看法 并且那个那个这个孩子还说了 说待遇是违法行为 女孩应该保护好自己 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小绕帖给他铲除了 完了国内的这些大维呀 这不抓住这边流量了吗 完了这个就像文哲健写的一样 纷纷的去说这个事 我发现都是一边倒的说这个支持这个小古人 没有任何一个说这个姑娘 就是就没有一个愿意去探讨这个话题的 或者是探讨这个这个事 就是一边倒的蜂幼而至的去生缘这个孩子 就是这样 国内就这样嘛 一弄点什么玩 全生缘啊 我站在什么道德的制高点上 我站在什么历史的制高点上 我站在正义的一方 天天玩这个正邪不两立 是吧 这个正邪呀 不是说不两立 正邪有的时候它也很很模糊 有时候邪恶的人呢 也能做点好事 有时候正义的人呢 他也做不出来什么太好的事 你比如说这位美国 你不自由民主吗 你支持乌克兰自由民主 你现在支持之来支持之去 我也没看出来 对吧 你那个飞机也没支援过去 现在那个这个乌克兰都快被炸平了 乌克兰都快被炸平了 有的城市都已经炸平了 那这叫这叫啥袭击军事目标啊 那一个城市全是军事目标吗 你光光都被炸平了 所以说这个这个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 也还是蛮重要的 回过头来咱们接着说这个代孕这个话题 那你像我也跟大家谈一谈 我的思考的一个逻辑啊 什么叫独立思考 或者是说对于什么问题 咱们不要说一窝缝的根缝去思考问题 咱们就要说反方向去想 如果反方向想不同 那证明这个东西大概率是对的 如果反方向也能想同的话 那就证明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中间还有权衡的一个余地 不是说非黑即白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非黑即白的 没有一个人是特别好的玩人 也没有说是一个人啊 就是死恶不赦 他就做不出来一点好事 所以说这个东西 人性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当然那些什么连环杀手啊 当然是生之以法 该崩地崩 该闭地闭 该关的关 那些是另当别论啊 我是指在一个政治层面 或者是说在这个为人内 就是正常在做人方面 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一些阳暗面 或者有一些阳光的一面 内心不说有两个 两个这个 两个像小怪物嘛 是吧 一个是正义的一面 是天使的 另一个是这个 这个 那个那个小恶魔 是吧 就有两个小玩意儿 我那家看那个电影 一般都这样 内心是正在这个 交战 两个人 一个正义的 一个小天使 一个小怪了 又说远了 那咱们回过头来 接着说这个事儿 那你像这个啊 他们在纷纷支持的时候 或者是纷纷赞成这种举动的时候 有没有人想过 中国有一个群体 他就不孕不孕 想没想过这个话题 并且现在中国还老龄化 马上就是老龄化了啊 并且老龄化会越来越重 那在老龄化的今天 国家都鼓励生个七个八个九个的 马上快了 你看这最后就放海了 愿意咋生咋生 就在今天这种情况下 就妇女已经能顶半边铁了 都能出去工作了 还有愿意参征一任的 你比如一些无疑是她的偶像 对吧 有的女性 我就愿意去体制内 我就要参征一任 我要跟男人争一下这个职位 你管我咋上去的呢 我反正我要跟她品一下 女性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天然的生理优质 所以说在这个体制内 可能有的混得更好一些 那完了咱们说这个事啊 那女性比如说像这个 就像这个咱们这个 前国务院副总理巫仪学习 她要参征一任 有这种报复 而且现在在中国已经男女平等了嘛 女性在社会当中发挥的这个作用 也是越来越重要 各个行业呀 各个领域呀 都有女性的一个身影 哪有功能给你生孩子 对吧 哪有功能给你生孩子 所以说 未来呀 有想生的就不错了 你管人家这个 这个生的方法 只要他有这个心 我认为就非常好 为了咱们这个中国的一个未来 我认为 就这种代孕的一个行业 像这种违规的 我认为应该坚决的予以打击 完了 我看有一个大卫说什么呢 说你看人家正爽去美国整代孕去了 完了 各国内呢 他就没有这个产业嘛 要不然各国内就能整 说一说美国就不好 美国没人性 怎么还能代孕呢 怎么还能代孕呢 就看着又反正又反美了 一反美各国内就嗷嗷叫 一说反美这个事 我跟大家说一下 昨天国内有个傻缺说支部 完了 那个我挺着了 我听完了 我就喝着个 整个缺心眼 这个人在乌克兰 说你看这个乌克兰打仗 咱国内一片祥和多好 出了国才爱国 说这那的 完了又有人给他打赏了 各那个 就那个 就各那个直播节 完了他说什么呢 说这个 叫贺邦相征 怎么什么样 就还给我逗坏了 就这个小伙子 这个乌克兰 准备做点生意 做点买卖 或者整一些乌克兰 那个美女 完了之后跳舞 怎么样 就属于搞这个的 他完了打一个爱国牌 忽悠国内的人 当他一说什么 贺邦相征的以后 还给我逗坏了 我又喝去 你看没 这个 打着爱国的一个名义 做这种支部阁的人 通常来讲 没有太大的一个文化 那明显 那个字叫欲嘛 欲邦相征 他不认识 他来个贺邦相征 还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 又搞那个东斯笑评的一个事 玩说贺邦相征 完了我看底下 没有一个人反对他 就说这叫欲不念贺 就证明什么 他的观众都是一帮没有文化的人 那这个回来 我又反思了 你看 打着爱国的名义 去骗国人的钱 骗的也是一些国人的傻子 所以说这部分群体 统称为 没有文化 对吧 就没文化的 可能就不到什么样的一个 教育程度 我觉得小学生应该这个成语都会 是吧 也不能念出来贺邦相征 再一个 你看 在国内公共知识分子 现在已经被打倒了 但是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 打倒公共知识分子的那些人 通常来讲 没有文化 没有学历 而且没有修养和道德 都是这样 所以说 就这些没有知识的人 才容易被当局去洗脑 容易被当局去蒙蔽 所以这个多读书 多看报 我觉得是非常好 当然看报 你不能天天看人民日报 看完你也废了 所以这个东西 你还是应该看那些 就是具有独立思考的一些讯息 或者是说报纸 看案物 相对来讲比较好 那这个是我跟大家插一个题外话 咱回过头来 接着说这代孕的事 那这个代孕 那你叫我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那在国内大环境的今天 老龄化了 为了中国未来的一个经济发展 这玩意就说那个唱战歌了 这些都没有用 其实都是创成的 我就在想 那你是不是应该想一想 既然美国有这个代孕的这个产业 可能我不太了解美国的法律法规 它是这玩意是合法化的 还是说也是生不出来 比如说像郑爽去美国生孩子 可能是做了一些假文件 说生不出来 之后人家这个美国不讲究人权嘛 讲到人道主义嘛 人家是不是就才允许他代孕 也有可能对吧 这正法上偷碎漏碎啥事干不出来 我不太了解美国什么样的法律 这代孕行业是合法的 只要想生就可以 就花钱就行 还是说有这个生理困难的人 去才可以参加这个项目 那这个我不太了解美国的香港政策 但就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应该是什么呢 就能自己生的自己生 自己生不了的 生理上有问题的 那孩子可以参加这种代孕的一个项目 不管是现在 咱想用中养的一个号召也好 生孩子对吧 还是就是为了自己有一个香火 或者是说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到老了 有个天伦子乐 国家不能给你养老吗 养人还能防老吗 所以说为了防老 给养一个或者多养一个 那这个时候 不能生育的家庭 可不可以在国内合法的参与 这种代孕的一个产业 对吧 那这个东西是值得去探讨的 我认为这个东西 探讨起来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非法的当然不可以了 你别染上什么病了 这病那病的 完了之后再对女性的身体 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那合法的呢 对吧 如果可以合法的话 那对于女性的身体 我想这个伤害就会 减低 或者是说 就会降低很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思考问题的一个角度 而不是说 来了之后就无脑的根本的 去做这种自媒体的一个节目 去站在某一边 这孩子都小 对吧 他们想问题比较单纯 你看这个杨同学 他就知道代孕是非法的 非法的就给取替他 但他不知道再想一下 怎么能合法的解决这些 不孕不育人的一个问题 不孕不育的 你说那些人呢 这花多少钱呢 就治病什么的 也没有孩子的 会大有人在吗 你包括我记得以前是谁来的 对台湾有一个明星叫范伟奇吧 对吧 他就一直就没孩子 一直就没孩子 后来突然间有一天怀孕了 给他担心的 就怕他孩子被有什么事 你看他就有这个担心 或者是说不孕的一个苦恼 是吧 就是这个不孕的一个苦恼 就证明什么 有的人想生孩子生不出来 他还好后来生不出来 还是个双胞胎 我也挺恭喜范伟奇的 所以说就这些事情 你怎么去探讨 因此在中国 无论看到什么样的事情 都应该从反方向去思考 怎么去合理的 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 而不是说一刀切 什么东西都分个正邪不两立 只要这个事有什么什么弊短 你比如说代孕呢 怎么怎么样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风险呢 或者是说问题呀 对吧 完了 就这一刀切 什么也不做了 我觉得不对 那你这么说 吸烟还不对呢 你怎么还卖烟呢 按理说吸烟 又胎儿又畸形的 完了又不孕不育了 完了又肺癌了 这个癌那个癌的 跟吸烟都有关系 完了一有事 就是吸烟 什么 反正一吸烟 什么毛病都往上省 什么玩意都都是吸烟 得错 对吧 那你国家为什么要卖烟呢 你就缺那撒瓜俩掌吗 你就缺那个钱吗 是 一家炒是大 就是利税是吧 有很多的这个 税源 可以增加国家的一个收入 政府的一个收入 那我想啊 那你说医保不还要看病呢 那你说假如说给这帮人都抽得矮了 都抽费了 他把吸大眼吸费了 往来还去医院 那不是还是 还是把钱都花了吗 也浪费了 那为什么不能让民众就是 更加的开心快乐健康呢 你把烟草过去 难道这个社会什么东西都是非黑即白的吗 就像这不孕不育一样 难道这 不是不孕不育 就是这个代孕这个问题一样 难道代孕这个东西 它就没有 可以合理的规划 或者是合法的 进行治理的一种可能性吗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 中国恰恰缺乏这种讨论 就是这个孩子 你看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属于说 只要违法的就不行 这个思想上是对的 但是他有没有想到 什么东西 能不能把这种非法的一个东西 弄成合法化 或者是说这个东西 合法之后 能不能规避掉这种非法时候 产生的这些风险 这是一个问题 你法律那个东西 我跟大家这么说 法律都是认定的 今天说这个是法 明天他性语就改 对吧 你比如以前不连任 现在就连任了 可以改嘛 不但与时俱进嘛 对不对 你比如严打的时候 你可能这个 骚扰一下女性 拉个人家手 毕了 对吧 耍流氓 臭流氓 今天可能拉个手 男孩子比较霸气 是吧 现在不是说有那个壁动吗 是吧 你要跟你说 你赶上严打 那个壁动 给女孩子壁动 我跟你说 这都废话 都耍流氓 都给你毙了 那但现在呢 那比较霸气 有的时候女生可能比较矜持 他还能心语 这个男孩拉一下手 还能 还能促上一段美好姻缘呢 有可能啊 当然 这也不是说 我鼓励男孩 也不喜欢 你也拉人手 那绝对是骚扰 对吧 那绝对是骚扰 我就说这个意思 对吧 我就说这个意思 所以中国更应该培养 这个大约神 或者是年轻人的一个 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你能不能反向思考一下 反向思考一下 咱们辩论 辩论完之后 看最后 谁这个能把对方说服 那咱们这个事 就往这个方向走 就可以了 比如这个孩子就说代运 列出了一百条 代运的不好 我就能列出来 这个一条代运的好 那最终假如说 他能给我剥倒 那这事就按他的说的办就行了 但他假如说剥不倒我 那咱们两个人都是 势均力敌 都有自己的一个道理 那这个玩意能不能求同存异 是吧 求同存异 这也有一个 折踪的一个解决办法 你不能说一刀切 在中国 永远都是飞黑机来 但是我想说 这个世界 压根就没有说 飞黑即白的事 你要在油管上 中共不好 我要反共 还有说中共好 它全都好 这个世界没有说 一个政党 它是完美的 什么都好 也没有一个政党 它这 什么都不好 什么都不好 但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一想在北朝鲜 我怎么感觉 它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一个地方 是吧 我是指这种 就比如说 像这个中国相对来讲 就比较复杂 对吧 我就北朝鲜 抛开在外 确实有那个 就是那个金家王朝 你别 就特别不好 那个柱子 是吧 那邪恶势力 你比如说普京 那咱这另一样当别论 确实还有 那咱们就 咱也一分为二的看 你比如中国 咱拿中国为例 咱谈中国的事 那你比如说 他有一些政策 中国发展经济 好不好 当然好了 他跟西方学 学先进的技术 比如高铁 各个方面跟人家学 高铁不就跟人家日本学吗 那不也很好吗 他做的又没对 对了吗 发展沿海城市 在中国的南海 邓小平画了一个圈 是吧 圈上了 圈上了 现在这个深圳 造就了一帮富尔 揣着个钥子 天天出去收拾出去 全是富二代 生活在好地方 我就合理我祖上 怎么没逃难 或者逃点啥玩意 去深圳那边 小渔村打打鱼呢 你去那边待一待 是吧 我现在也是个富二代了 当然这是一个 不劳而获的想法 不好 还得靠自己的努力啊 所以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好 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不好 那你比如说那个 这个邓小平 他在他的任上 他做出了一些事情 值得商榷的 你比如八九的一些事情 值得商榷不 关键怎么去看待这个事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 你比如说邓小平的一个改革开放 造成了这个通货的 通货膨胀 或者是腐败的一个滋生 那这个时候怎么去打击 或者怎么做 怎么弄啊 他也有一些新的一个问题 但不能说因为有腐败的 就不改革开放 我是这个意思 什么东西都应该探讨 中国就没有这种探讨的一个机制 也没有这种探讨的一个氛围 这个社会不是非黑即白 人性是最复杂的一个东西 你包括组织 某某组织 它也是很复杂的 你不要把它想的就怎么怎么的不好 天天活在人体机关 我觉得我不太相信那个活在人体机关 因为在咱们国家这个刑法上面 活在人体机关属于这个 故意伤害 你要是假如说弄狠了的话 他还故意杀人呢 是吧 所以这个活在人体机关 我对于说是某某工啊 这些人是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真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真的 就我个人来讲 但如果假如说有的人就想这么说 就怎么去邪恶的去说 多么多么邪恶 蔡霞就这么说过 蔡霞有一回都说那个 都往这个器官上面说了 那我就这么说啊 蔡霞这个同志 他为什么给共产党卖了一辈子的命 他到今天才把这个实话说出来 犯然悔悟了吗 其实我也不太理解蔡霞 我说句实话我不太理解 那可能浪子回头进不换呢 是吧 可能在海外的这些 因为反而反的自媒体当中 那浪子回头进不换 可能这个幡然悔悟了 但当然了 中国是非常复杂的 包括中国的这个体制 或者中国的这个统治的一个手法 也是比较复杂的 他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咱们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不好的一面 他通常来讲不让说 那不让说 那咱们只能迂回着说 或者是说有的就不能说 也没有办法 那悲哀嘛 也论不自由 也论不自由 所以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 我所看到的这个社会 你包括就是 由于这个代孕的一个事情 那我是怎么去看的 就是这么去看问题 如果比如说 看我视频的伙伴 都是这么去思考问题 你去带着我这种 思考问题的一个方式 去看那个 王剑或者石头记 或者陈破孔 或者是说 你看到国内的 比如金太荣的 还有那个 比如说灰烬的 你看他们这个节目 你看完以后 你不觉得就忽悠傻子呢吗 是吧 就忽悠傻子 很容易就把这个 问题就解决了 独立思考能力怎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 反方向思考 这个方法很简单 但就不会用 这个也是非常奇怪的 一个事情 那好了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 那就做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